我的教育理念就是说 现在的教育不应该说只是注重灌输知识 最重要的呢 学生要学会怎么能够发现问题 然后解决问题 就是说我们要教会学生独立自主地去学习 去探索 而且培养他的兴趣 这样的话效果的会更佳 东方的教育培养的是计算机的硬件 而这个西方的教育培养的是计算机的软件 所以我们中国的学生做事情 它比较扎实 比较可靠 我们光扎实和可靠也不行 我们还得有一些创新的一些理念 比如说有一些计算机的软件 所以这个社会要发展 我觉得两方面能力都是需要的 中国的老师批评的比较多 那么西方的老师他夸奖的比较多 我认为给学生的反馈 不在意说是好或者是不好 而在于是你要给他一比较建设性的意见 我说你这方面做得不够好 但我要给你提出哪方面不够好 我要说你这方面做得好 我要跟你说哪方面做得好 这样的话学生他才能够有方向 第二点就想建议大家 给学生创造一些体育的活动的机会 还有一些培养他们个人的兴趣爱好 比如说可以音乐 美术 我是觉得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它可以培养互相协作的能力 因为体育运动就是有个teamwork 还有就是要知道怎么能够面对挫折 因为体育比赛总是会失败的 那么失败以后如何面对失败 如何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怎么能提高自己 我觉得这是从体育运动中可以学到的很多东西 澳门这个地方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文化 它也受到了很多西方文化的影响 是一个中西方教育教会点 所以我觉得澳门是一个最能够实现我的教育理念的一个地方